兩回合造成防禦減少而無法回復 使一名隨機我軍產生追加回合 這什麼爛技能 呵呵 好賤 我軍之中有人處於技能傷害無效狀態的話 使全體我軍在三回合內產生攻擊力大幅增加和追加回合 太強了吧 所以不可以讓敵方身上有技能傷害無效的狀態 要一直把他打掉了 那我們應該要帶一些全體攻擊的角色 而且他會一直解除所有我軍的弱化效果 還會使全體我軍生命力恢復 他之前已經多到我不太想看了 受到全體攻擊之後 自己處於強化效果狀態的話呢 解除全體我軍一個弱化效果 而且還會以暴擊進行反擊誒 我們給他裝審判之劍試試看 呵呵 普攻有時候會打兩下喔 然後呢 我這邊不帶木飛劍好了 就完全的干擾隊試試看 前面站誰啊 可是剛開始要撐到割機可以變身就好了 接下來就無所謂 反正我既然都是要中毒了 我就不用帶木飛劍啊 因為木飛劍作用比較像是在破防 所以我這邊帶巴薩爾好像比較好一點 普攻我是沒有點啦 當然要點也是可以 我都沒有點嗎 誒 我是不是帶錯角色了 蛤 我記得我有點啊 喔 我記得 之前不是有一次把那個三星角色的技能都重置了嗎 我還打那麼爽 結果我毒攻的技能都沒有點 這個至少要點到減一回合啊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我們重來 剛剛的狀況大家當作沒看到啊 三星角色之前技能被重置了啦 剛剛一切都是幻覺 一切都是幻覺 剛剛打的還挺順的說 大招一定就是要點到加2啦 大招要點滿 第二招 至少要點到減一回合就點到加3 還好三星不用耗人生 毒攻太久沒用 普攻我覺得要點到加5會比較好 但是如果你想省催化技就點到加3就可以了 普攻他這個點到加5只是加10% 那 如果使用完大招再用普攻的話 他機率就是100% 所以 有沒有加5是沒有差太多 不過我這邊催化技夠我就點到加5好了 好 就這樣 不要隨便亂彈東西出來OK 嗨 我心裡有點怕怕了 要彈出一些不該彈出來的東西怎麼辦 我不知道我沒有點欸 我剛剛用的很順啊 呵呵 誰知道沒點 呵呵 這好笑 居然沒點 這顆球是不是越打他 傷害越 越低啊 照受到單一攻擊的時候 受到傷害量減少 所以用中毒的話就可以無視這個效果 這毒公的MVP也這裡 這關設計就是給毒公打的 可以挑 下一回合 下一回合 這個招式 毒公的第二招很強 主要是他不像滴子一樣 就是暈眩的狀態沒有辦法延長 毒公的第二招是可以把暈眩從一回合變成兩回合 所以他這個第二招 很特別 毒公要撐命中啊 呃 看一下這邊的 你看他這邊抗性75 你就是要60的命中 反正你就看敵方的抗性多少啦 然後他的抗性-15%就是你需要撐的命中 對啊 球準備好減傷了 結果毒是無視減傷 球都郁悶了 你看 然後還可以被退條 然後我歌姬還變身加速 他好像已經10個1 2 3 4 5 6 7 8 9 對啊 他不會再有狀態了 這個遊戲呢 有一個隱藏的概念就是 負面狀態或正面狀態加起來最多只能10個 不能再多了 所以我現在也無法再給他上中毒 毒最多就是這樣 I'm a bit sleepy but I can fight 球洩不出來球覺得難過 痛啊 因為你看這邊1 2 3 4 5 6嘛 所以他一回合會減30%的毒 減30%的血 對吧 應該是6個 我現在用這一招好像 直接無所謂 已經上不到狀態了 這樣 不會再上狀態了 現在要讓球形動了欸 我是不是應該 不要用大招 我讓他動好了 呵呵呵呵呵 不然他又撿不到血 讓他動一下 我們打別隻哈 他再一回合就死掉了 我變身流到下一回合 如果沒有巴薩爾可以塞暗拉茲嗎 如果你有Dizzy的話 你可以帶木飛劍啊 主要是要讓敵人無法強化狀態啦 巴薩爾跟木飛劍都有 因為在下一回合那個王 我不想要讓他有那個 正面狀態在 下一回合那個 游背巫斯他如果有正面狀態 他 他會變很強 所以你就是要把他狀態一直消掉 沒巴薩爾就帶木飛劍了 來了來了 重點在這裡 他還是召喚小兵啊 喔 小兵比較弱喔 是不是 剛剛上一盤有狂暴狀態的時候啊 他召喚小兵是暗屬性的 現在變水屬性了 還是我 還是我一切都是幻覺 呵呵 我怎麼記得剛剛是暗屬性 你們你們記得剛剛的是暗屬性嗎 呵呵 好 所以他這邊現在無法強化了 對啊 剛剛是暗屬性 暗屬性的小兵會比較強 所以剛剛那一顆球如果在 狂暴狀態前把他殺死 他召喚的小兵就會比較弱 喔 這一集可以直接剪接到YouTube上了對不對 直接可以開攻略了 剛好該測試的都測試到了 阿Bitch 阿Bitch 退條 他應該沒有防退條 對啊 他會被退 阿他會被退條啦 這什麼好爛的boss 我這邊應該放狼嗎 我可以吃魂對不對 無視效果抗性 他抗性還是75 所以你命中65可以 你看這隻小兵被暈兩回合有沒有 暈眩兩回合 毒公的第二招是可以把暈眩延長 I will shine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shine I'm ready Let's get warmed up 喔 什麼娘 什麼 欸 欸 為什麼他會 因為血到了嗎 他是不是血低於一定% 喔 受擊之後自己的生命力為70 40%以下的時候 召喚最多兩名的 什麼什麼兵 解除全體火軍所有弱化效果之後 產生不受強化效果解除的技能傷害無效三次 好卑鄙喔 怎麼可以這麼無恥 喔NO 喔我本來以為穩穩打的 我本來以為穩穩打 喔不對 哈哈哈哈 怪怪的 呵呵呵 Yamayday了 退條退條退條 你又拉條 拉很多 你又 欸 又方招 你什麼 你幹嘛 等一下我有沒有變身 科技沒有變身了 好啦 好像又安全了 等一下寫到40%的時候又會搞一次 喔 呵呵 打兩下 這個大招是什麼 打單人 閃避 喔 沒有中啊 喔 讓一隻 讓一隻我軍產生追加回合 我們必須要在他放大招之前把他們的身上狀態那個 技能傷害無效全部消掉 不然就完蛋了 如果他放大招的時候 有人有技能傷害無效就會 他們就會變成強 我不想用第二招欸 先用普攻 小兵還會退條 喔 我的巴薩爾 不要 不要打我巴薩爾 欸 還好被閃避了 他等一下又要解狀態了 你看 他 一動他就會解狀態 怎麼辦呢 我先能補多少就補多少就寫好了 先把血補滿 先把血補滿 你用啦 我還沒準備好 先退條 快退 還沒準備好欸 他就已經懂 吃魂好了 把血補滿 一直弄這一招 好壁舉喔 三級 oh shiit oh oh 不能放youtube啦 怎麼死掉了 所以巴薩爾大招要留著 巴薩爾大招要留著等他上各種狀態之後一次消欸 那木飛劍打單人的怎麼用 小兵身上的狀態消不掉啊 這次還沒翻吶 毒弓還在就還好 毒弓不要死就好了 因為他血也剩不多 再毒他一次 好痛喔 好兇喔 不過他快死了 他快死了 呵呵 我直接放狼他就輸了 我就贏了欸 他就死了 好兇狼吧 他等一下就中毒身亡了 呵呵 我覺得 有點硬 硬凹過去 呵呵 這樣也可以 晚安 這一集不好放youtube 我youtube又要重拍 嘖 因為沒有很漂亮的贏 OK啊 各位晚安 早點休息 我們禮拜六再見 各位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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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